哈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大事观众 来看一把博士 目前S10的一个胜率超过77%的博士 病患轻疯武女勘探 打不动,这种人打不动博士 武女其实打博士还不错 但是勘探员的话 遇到博士真的遇到了爹 这勘探员这一板子已经是勘探员借的骄傲了 就是,你上次打勘探奔弯道博士怎么这样 我砸他一板子,对吧 然后消音 你好,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跟勘探员能砸博士一板子 要不待会再吸一手 压住,这个点位还蛮不错的 这个点位说实话真蛮不错的 绕一绕,尽可能的把时间脱够就可以了 这边博士反绕没有能起的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主要这边起重击呢,其实也打不出伤害 那还真不错,这个看探员 利用地形在这边的话牵制了很久了 其实我觉得博士这边可以放弃这个看探员了 对,这个点位绕不过就算了 过去中场先踹一脚 好像是想先拉这个拳 一个跳屁没砍到人 前期节奏不太好 已经1分20秒了 还没击倒人 对于博士来讲这个击倒 略微的慢了一点 略微的慢了一点 再过来抓病患嘛 这把打的比较的分散 也确实,因为他其实前期我觉得博士可能是想打看探员这个点 以看探员这个点为淘汰的突破点 我先淘汰一个人 然后打三人残局 慢慢地在这边去争胜 但是由于看探员前期的一个牵制 确实牵制的 非常的到位 那么他第一轮的一个节奏没了 所以这边的话开始就是通过不断的拉扯去找一些节奏 这里我们算了 几早因为他踹掉了一台 外围的话有四台遗产 武女这台修了9% 排弹员这边大概修了70% 病患的话这边重新修一台 30% 再一个重新有了吗 没打出伤害 只打出了一个击飞 一个滑布盒子在踩掉 这把好像似乎是想把前锋作为这个淘汰的突破点了 这个是我觉得我最认可的一个博士的思路 就是找一个突破点 我先把它摁了 然后他交自己 或者被人摸起来以后我再去把它摁了 他就是一个倒地没 对吧 他倒地没了以后呢 他就捉襟见肘 他就不敢乱动 你敢修机 你敢修机我过来一刀 你是不是人没了 你只能翻箱子 你只能找队友状态 这样的话球者的密码机节奏就会比较差 然后呢 你想赢可以控场 想保平真胜 你可以针对这个人打 就比较的好打 这里的话病患机子莫菲又要被踹 这病患说你能不能换一个人踹踹 对吧 这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病患辛辛苦苦创业 好不容易攒起了第一轮第一桶金 然后被博士一脚踹翻 没关系 我东山再起 又辛辛苦苦 我攒起了一桶金 你再给我来一脚 你能不能去踹别人呢 对吧 外面这么多人 你非得盯着我的人 是犯 我是招你惹你的 这边前锋被摸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怎么选择 是控机子还是打针对 似乎是想打针对 前锋这边的足迹似乎暴露了 看见前锋 被下去 这把博士打的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保平真胜的一个四五打法 就是针对一个人 好的 直接抬走 外面的话两台机子 舞女这台应该还有机会能干扰一波 这里想强起吗 强起 不好吧 一刀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倒一次 一个冲刺倒两次 然后 看他远 哎小兄弟 你怕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博士吧 你居然敢丢子底了 博士头上面来 这个小兄弟真是好勇猛啊 前面那块板子是砸出了多大的信心 面对一个刀亮着的博士 一个勘探员 这个说实话我觉得这波勘探员不太应该啊 门没开吗 门没开这边的门 但博士其实也不太好 管这个病患 管这个病患是个平局 但你不管这个病患呢 这个病患 这边交自己把门开了 他只能手死这个病患才行 手死这个病患那边门开了平局了 这个传送其实是比较亏的 从结果上来看 如果不交这个传送 他当时可以先找到武女将其提到以后 再回身过去找勘探他的话 应该有机会争胜 当然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 就只是说有机会而已 现在他也没有传送啊 那边的门肯定能开了 上地窖了 平局 可以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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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